这两天在江苏张家港的姚先生家里有一株牡丹竟然开花了 要知道现在可是冬天啊 完全不是牡丹正常开花的季节 姚先生说 他家的牡丹是十年前种下的 以前一直在四月份开花 可就在一个星期前光秃秃的枝头上突然开出了这么一朵粉红色的花 而且十来天了也没有谢 让全家人都感到很稀奇 记者随后也请教了园艺专家 对方表示正常情况下牡丹的确应该在三月底到四月份开花 只有在温室等人工干预下才会反季节生长 姚先生家这颗牡丹的情况的确比较少见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跟最近气候偏暖有一定的关系 也可能是姚先生家使用了充足的肥料引起的 出现了充足的肥料引起的 出现了充足的肥料引起的 出现了充足的肥料引起的